Package Law Ceplo Reboot Gaja 蛤?你在讲什么?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彬彦 欢迎收看今天的网红课堂 那今天网红课堂就迎来了特别嘉宾 Teacher Phillip 哈喽大家好,我是Teacher Phillip 是,Teacher Phillip是一个网红老师 他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 拥有非常丰富教学经验的这个国文老师 那最厉害的是你还是一个content creator 他平常在网络上有拍很多那些有趣的教育的短片 甚至呢,在这个脸书已经累积了500k的点击率 是本地呢,少有的网红老师 而且呢,我也在很多的媒体看过你的这个报道 包括新收日报、中国报、东方日报、石华日报等等 其实家长他们会很欢迎吗? 其实家长们都蛮喜欢的啦 因为这个不是每一个老师都会去做的一个东西嘛 你要拍要剪又要演 然后又要引导学生们怎样去配合 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不是每一个老师都可以去做的 我觉得啦 今天因为Philip老师是国文老师嘛 所以我们就玩一个游戏 可以啊,没问题我最喜欢玩游戏了 因为我们的观众群有很多的学生 特别是我的频道很多学生啊,都是学生啊 对,我的频道也有很多学生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喜欢 所以今天呢,我会把一些华文作文常用到的成语 那我已经事先用这个Google Translate 就翻译成这个马来文 可是它就变成非常奇怪的马来文 然后我们再由Philip老师来猜它正确的成语是什么 可以,我会尝试啦 对,然后最后呢,再教大家正确的马来语是什么 可以,没问题 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对,猜对了,就是很简单吧 是啦,很简单 如果我们讲人山人海 我们比较恰当的应该是讲说很热闹嘛 热闹的国语叫做 就是说渔夫去捉鱼的时候 那一个鱼碗 打捞上来鱼碗里面有很多鱼的嘛 所以这一个国语我们叫做 讲的就是说人山人海啦 他们欧兰骨弄 什么欧兰骨弄欧兰的那个就 就 不对啊 那个是不正确的 其实有没有那种小学生哦 有学过这种搞笑的 有什么 他们也是可以直接翻译去英文嘛 什么 Mountain people 什么 people 好,第二个 第二个 我也是觉得我们这个华文作文很常用到的 啊? 什么 我们小学作文每次第一句就是这样子 在一个 Mata Hari 还有安音的早上 哦 风和日历啊 对 就是如果我们平常 我们华文作文一开始 我们会讲风和日历嘛 对 就在马来文作文一开始 通常你会建议怎样开头 通常马来文作文 如果是去写去野餐 这样子之类的做 我们直接建议他们是写 Pada Hari Sabtu 亚拉鲁 Pada Hari 阿哈 亚拉鲁 这样子啦 OK,那么如果你要讲到风景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讲说在路途中 我们讲 Dalan Pajaranan Dalan Pajaranan 就是说在路途中 Gami Mani Mati Paman Tangan Yang Inda 就是说我们欣赏美丽的风景 这样子写就 带出这个风和日历的环境了 这个有点难 哈哈 有点难啊 哈哈 哈哈哈哈 OK Sing Tinggi Bileh Gwad 什么来着 Sing Tinggi Bileh Gwad Sing Tinggi Bileh Gwad 对对对 Tinggi 是什么 很高 Sing 它其实是反应不到 所以是性高 性高采烈 性高采烈 性高采烈是很开心 很开心 所以很开心 我们马来文可以怎么造句 很开心可以写Gambira OK 然后通常我都是 就是叫学生把Gambira 改成一个叫做Giran Hati Giran Hati Giran Hati 就是说也是很开心的意思 这个是说比较优美 或者是Sangat Chari 也是可以 就不要只是 我们每次写Gambira 对对 Gambira是很基本的 这样子如果我们要讲说 我们毕业旅行 我们全部同学都玩得很开心 我们可以怎么造句 马来文 我们可以讲说 OK 什么欣赏美丽跟Giran Hati 简单就好了 知道吗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 写过语尽量写简单的句子 As long as 你有内容 就可以拿高分了 这样子我们再来第四题 这个翻译我也是觉得很好笑 这个也是中文 作文常常会用到的 这个是超常会用到的 叫做 Package Law Ceplu Rebu Gadja 你在讲什么 Gadja是像嘛 对 Ceplu Rebu是 10千咯 1万 所以什么什么万象 什么什么 包罗万象 包罗万象 对啊 包罗万象 我们小学成语很喜欢用 包罗万象 包罗万象 我们 是形容的东西很多嘛 对吗 通常我们去shopping mall 去购物广场 去菜市场 老师都会叫我们 真的是琳琅满目 包罗万象 应有尽有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OK 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衣服店 这个衣服很多嘛 嗯 我就可以讲说 Gadja Rambam Mata Rambam Mata 就是说 演化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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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很多种类嘛 这个翻译的蛮好的 就是说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讲 我们不能够说包罗万象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翻 这个可能中文词有 但是马来文肯定应该是没有 OK Burong Bahasa Bunga Wangi 哇鸟与花香啊 对鸟与花香啊 这次答得很快耶 鸟与花香 鸟与花香 通常他们是形容环境 很舒服 哦 它不一定要真的是 真的是有一个鸟在叫啊 然后花很像 哦 OK 因为华语 成语其实是 这真的是很深奥的 这个最多也只是讲一些 风景啦 对风景很漂亮 我们只能够讲说 Mandangan 或者是 Panaroma Yang Indah 这样子就好了咯 Yang Indah Yang Sangak Indah Scali 嗯 这样子就说 已经是代表这个意思了啦 就是说 比如讲说我到了这个 Mariojia 我到了这个 Satan 我们就讲说 Panaroma Yang Indah Scali Sangat Indah Scali Sangat Indah Scali Sangat Indah Scali 我有用这个强调词啦 就是 Katapengwat Scali 就是说 代表很美 很舒服 这样子了啦 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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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可以形容两种 一种可以讲说 食物 我把它吃的一干二净 华语的话 或者是也可以说 老师教我的东西 我已经一干二净了 好像如果我说 我已经把老师东西忘得 一干二净 这句话 马来文要怎么造 Panarajaran Deku Panarajaran Deku 就是说老师教的 那些教学 Sudasaya Lupakan Sudasaya Lupakan 就是说我已经忘记了 只能够这样子写出来啦 这是简单的句子啦 Satu Hati Satu Magna Satu Hati 一心一意啊? 对 一心一意啊 我先解释中文的意思啦 一心一意就是很专心 我们可以讲说 我们很专心的读书 我们可以讲说 我们很一心一意的 一心一意啦 对 一心一意 很focus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啦 就是说 Menumbukkanpahatian Menumbukkanpahatian 就是说 装心啦 Menumbukkanpahatian 就是说 完完全全就是说装心啦 比如讲说 Pingyan Menumbukkanpahatian Seperno Ababila Guru 当老师教授的时候 他很专心 这样子啦 最后这个可能有点难 这个他也翻得有点奇怪 很搞笑 Menumbukkanpaha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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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Google 翻译出来的 做千换十千 你很接近了 就是这个成语有千和万的 跟人山人海有点像 千...什么千什么万 什么千什么万 成千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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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千上万就是讲说 很多人嘛 对对对 对吗 很多人喔 很多人 刚才我们有说了 人山人海 对他其实就跟人山人海 有点类似 我们可能可以造个句子 因为这次新冠肺炎 如果我们要说 这次的新冠肺炎 影响了很多人 我们马来文可以怎么 可以讲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讲说 这一个 Penul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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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akit Covid-19 Telamalanda Telamalanda 就是说攻击 Telamalanda Dam Mempelgaro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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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影响 Mempelgarohi Kehitupan Oran ramai 就是说 影响到很多人的 生活品质 这样子 谢谢我们的Dj Filipe 老师今天教了很多 有用的马来语 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在教国文 作文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学生最常犯的就是 用华语来翻译去国语 就像我这样子 然后第二就是 写作文 他们很会讲 但是写不出 没有内容可写 所以这个就是 小学学生 时常面对的问题 因为通常在 KL的这个城市 这些小学生 英语都是 听瓜瓜的 但是华语跟国语 就很差 所以相对来讲 他们的家庭环境 父母亲都是 以英文为主 对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 可能家长会认为 英文最重要 英文最重要 第二有一些 可能觉得 华文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中国也 比较强大 所以很多人可能 对国文不是很 专注 现在慢慢的很多人 都觉得国语也很重要 因为未来你要去 在马来西亚生存 在马来西亚发展 你的国语一定也是要好 这个是我时常跟 我的学生讲的 你要做部长 可是你上台 你不会讲国语 这样人家会怎样 要投票给你呢 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最好是三大语言都要 都要掌握 都要掌握 是啊 其实每个马来西亚人 都应该要掌握好三语 都要掌握好三语 但是不是每个人的 这个语言天分很好 也是 所以我们也是要鼓励孩子 说不要 就是觉得自己 我的个人看法 我就觉得说 如果你学习成绩不是很好 不代表你是一个 没有用的小孩子 是是 因为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 可能有些小孩子 本身就是体育 能力比较发达 对 或者是他可能很有音乐细胞 然后我们学校老师 不要因为他说 他的这个学术成绩很差 就判定这些小朋友 就是没有未来 一向以来 我在帮上 都是跟他们讲说 这个attitude 这个态度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态度决定一切嘛 态度要是好的话呢 成绩肯定是也会更是好 这个是 我们只可以讲说 这个是必然的 这是肯定的 好 这样子呢 今天就谢谢我们的菲律老师 教了我们很多 有用的马来语 这样子 而且菲律老师自己 也是有经营你的 Facebook Page 我的Facebook Page 叫做 Teacher Philip 就是专教这个 国语作文 国语达达巴巴 这样子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 是 你还有自己的这个 YouTube 对不对 YouTube也是 基本上YouTube 跟我的面子书频道 都是一样的 这个都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简单的教学 sharing 分享 这样子如果你喜欢 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还有分享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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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